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烤石斑鱼料理 很澎湃吧 我们的石斑鱼生产者是黄昏香 他在2011年有拿到石斑鱼达人的奖项喔 然后因为要烤鱼 所以我会搭配烤蔬菜 洋葱 番茄 蒜头 三大要素不要忘记 然后还会介绍大家清蒸鱼酱 它小小的在冷藏的角落 所以很多社员其实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产品 那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在鱼类料理的时候用清蒸鱼酱 它可以让你轻松不少 还有马告 马告是台湾原生种的香料 我个人非常喜欢 记得使用马告一定要拍碎它 香气才会出来 看到的是鹰嘴豆 我们架上的鹰嘴豆都已经被大家利用完了 不然本来我们要开关于鹰嘴豆的应用料理课 看看吧 如果3月有的话高雄跟台南都会开 再欢迎大家来上 烤蔬菜我都会用很多各种不同颜色 越多的蔬菜一起来做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吃到不一样的植化薯 非常方便 我会在烤盘上面先淋上橄榄油 然后再铺上我切好的蔬菜 你看这里就有黄色绿色白色 然后还有红色 一样很丰富的蔬菜在里面 然后石斑鱼呢我解冻之后 我画刀抹盐跟静置 我们的鱼呢其实都非常的干净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 像买新鲜的鱼回来那样 要做那么多繁琐的清洗工作 然后刚刚有看到我用了蒜头 蒜头呢它的皮其实很有营养 所以如果我在做烤箱料理 或者是炖煮的时候 蒜头的皮我都不会去掉 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 跟着我一样这样做 然后这边看到我麻糕 然后还有塞的牛番茄 番茄记得一定要切片切开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肚子里也不放过 烤箱料理呢我大概用了200度烤 25分钟到35分钟左右 这一个是小的石斑鱼 如果你是大的石斑鱼呢 可能烤的时间也会稍微久一点 跟你的蔬菜量都有关系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参考值 然后记得最后我会倒上了清蒸鱼酱 去帮助它做鱼的那个味道的更提升 更多层次很不一样 我在上课的时候用的是昆布水昆布高汤 我带大家怎么自己泡昆布水 那你没有的话呢 你其实用清蒸鱼酱就可以了 很方便 记得在你烤完出炉的时候呢 有热气的时候 那个汤汁呢 你就反复的交零在你烤好的那个石斑鱼上面 让你的石斑鱼呢 把所有的味道都融合 我倒了满满满满满的橄榄油 这就是地中海料理 有丰富的鱼肉 新鲜的鱼肉 然后丰富的蔬菜 然后橄榄油 大蒜 番茄 像这样 然后我会同场加印一个用焖煮 用锅子焖蒸的方式 先在锅子里面铺了葱 然后还有姜 然后还有大蒜 然后再把鱼放上去 因为这样子你的鱼肉就不会跟你的锅子去粘连 然后我倒了两包的清蒸鱼酱 然后跟一大汤匙的生抽 生抽在这里呢 它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试试看用生抽来蒸鱼 我大概蒸10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这两道石斑鱼料理呢 都非常适合自己在家做 我们一起试试看啰 下次见 拜拜